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来看到第三章 误权法律制度 首先来看这张的考情分析 这张分值明显有显著提升了 不像前两张那样 考个三四分 这边能考到八分左右 接近十分的状态 另外从命题的类型来看 既包括我们联盟代猜的选择题 也包括我们的主观案例题 即第三章和第四章误权合同 会综合起来出遇到综合的民法大案例略有难度 这张总分为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节 误权法的概述 我们明确误权是什么概念 有怎样的分类 误权是怎样的概念 有怎样的特征 第二节 误权变动 我们说误权变动 两类 第一类 基于法律行为的误权变动 比如说我和高晋星老师签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 那么为了履行该房屋买卖合同 然后将该房产办理变更登记 那你看 房产的所有权就从我这边 变到高晋星老师那边去了 这有基于法律行为的误权变动 第二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误权变动 第三节 所有权 这有所谓的自误权 另外第四节第五权就是他误权 用误误权和担保误权 我们先看其中的第一节 误权法律制度概述 各位 在这节总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 物 概念 特征和分类 第二 物权 概念 特征和分类 第三 物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节就是理解为主的 那么先看第一 物 大家看 物这点它是物权的课题 各位 这句话简单知道就可以了 比如说物权这种权利义务 所指向的对象 大家看 要构成法律上的物 要有三大特征 只有满足这三大特征 才能构成法律上的物 第一个 油体性 相反各位 我说今天 我们路克史里的一团空气 当然这团空气没有放在罐子里 它本身是没有具体形体的 这种不具有油体性 那这一坨空气就不能成为 米法上的物 第二点 可支配性 即能够为人类所支配的 而非力所不及的 我们题目当中经常会出现 问你 说火星上的土地 是否构成物权法上的物呢 当然是不构成 火星的土地满足油体性 但是遥不可及 人类离了登陆火星还很遥远 所以不具有可支配性 第三 非人格性 跟我们讲 法律关系当中有主体 有客体 人应该是主体 而不应该是客体 如果你认为人身体的组成部分 它能成为物的客体 你能把主体客体化了 这在原理上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看 人体的组成部分 通常就不能成为物权法律制度上的物 比如说我们禁止器官的买卖 比如人体器官就不应该成为物权上的这么一个物 但是你要注意点 一般不可以 如果这身体的部分和人体相分离 并且不为法律禁止 是可以成为法律上的物的 比如说头发长在我身上 这不能成为物权法上的物 但如果头发剪下来 那可以卖给很多做假发的厂家 那此时剪下来和人体脱离的头发 就可以成为我们法律上的物了 各位 这三个特点理解它 有体性 可支配性和非人格性 所以你会发现 法律上所说的物和日常我们理解的物 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日常生活中理解的物的概念会更宽泛一些 好 这第一 物的概念和特征 看19年这道题 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 在各项当中属于物权法律制度上 物的是 A 太阳 有体性 但是不具有可支配性 不行 B 海域 有体性符合 可支配性也符合 非人格性也符合 所以B 是当选的 C 月亮和星星 也是要遥不可及 人类目前不能支配 所以反正只有一个是B选项 考虑就是物的概念和特征 好 B 是当选的 看第二 物的分类 一 非动产和不动产 它分类的依据 就是这个物能否移动 以及移动是否会导致价值的严损或者下降 各位最典型的 移动房子不动产 一只笔动产 一辆车是动产 比如说土地使用权 这边就是不动产 所以各位你看 就看能不能移动 以移动是否有损价值 看区分的意义 第一点 动产不动产 物权变动的法定要件是不同的 到后面我们讲物权变动 我们会着重的讲 如果不动产 它的物权变动 是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 而相反 动产这边物权的变动是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的 我们常说的不动产登记 动产交付 第二 诉讼管辖是有所不同的 各位 如果未来你学民事诉讼法 你会知道 我们说不动产纠纷 它是要专属管辖 即由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进行管辖 而不是其他的管辖原则 好 这就是第一个 动产和不动产 这意义当中最重要是第一个 我们后面是要着重强调的内容 好 来看第二个分类 分为种类物和特定物 这根据是否可以被替代进行划分的 各位 什么是种类物 也称为叫可替代物 比如说 某种标准的大米 这一堆 它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如果它回算面时 拿另一堆就可以替代它 它们的标准和品质是一样的 再比如说 我们现在用现代化的方式 进行大工业生产的这种产品 比如说这支笔 比如说刚刚从生产线下来 现在有一千件这种笔 那这一千件内容品质都一样 它们彼此可替代 就典型的种类物 那什么是特定物 它也称为叫不可替代物 各位比如说 一座古董的座钟 这座古董的座钟 乾隆皇帝用过 那么为此一见 如果毁损灭失了 不可能拿别的来进替代的 别的可能质量差不多 但是乾隆皇帝没用过 再比如说 安琪老师开了五年的二手车 你看也是不可替代的 你不可能找到一种一模一样的过来 好 这就是种类物和特定物 一句话 特定物不能被替代 种类物可以被替代 那么区分的意义和考试相联系 那只有一个 就是毁损之后 灭失之后它的后果不同 特定物 如果交付之前 意外灭失的 那没办法找一个别的替代交付了 那此时 权利人只能要求 这个交付的义物人 赔偿损失 只能赔钱 而相反 种类物在交付前 意外灭失的 那义物人 仍然应当履行交付的义物 再交付同种类物 交付其他的 可替代物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二个分类 往下来看 第三个分类 主物和从物 这个根据物和物之间是否具有从属关系而进行分类的 各位你注意 主物和从物它的前提是两个物相互之间有从属的关系 在两物之间能够独立存在并发挥主要效用的就是主物 相反 处于附属地位发挥辅助效应的就是从物 所以最典型的比如说电视机和遥控器 这两个独立的物 那电视机独立存在并发挥主要效用 主物 而遥控器只是辅助的那就是从物了 再比如说一艘船和船桨 船是主物而船桨是从物 比如说手机和手机壳 这两个独立的物 手机是主物 手机壳就是从物 OK 那来看区分主物从物的意义 即 法律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 当时也没有明确约定情况下 从物的权利归属和主物是一致的 各位比如说现在 我将我用过的手机卖给高志谦老师 那当我们达成买卖合同的时候 手机外面还套个壳 我们对于这个手机壳的归属是没有特别约定的 那此时我们认为啊 这个手机和手机壳 主物从物 其实都一定卖给高志谦老师了 他俩归属应该是一致的 但如果你特殊约定了 这个壳不单独卖 或者单独卖还要加钱 那就是按照约定走 这就区分主物从物的意义 大家注意主物从物这边有个陷阱 主物从物各位 一定是两个不同的物 相互之间有从属关系 你要区分整体和部分 这是和主物从物不一回事的 各位比如说我们经常问 说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和它的门窗 是不是主物和从物的关系 不是 因为一旦房子建成 门窗是房子的一部分 而不是单独的物了 所以此时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而非主从关系 好 这是第三个分类 来看第四个 原物和资西 各位 原物是能够产生资西的物 就是原物 而资西是由原物产生出来的 那就包括天资西和法定资西 就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 各位比如说 苹果树这边可以接苹果 苹果一旦摘起来 苹果树是原物 苹果就是资西 再比如大牛可以生小牛 小牛一旦脱离了母体出生出来 那大牛是原物 小牛是资西 比如说牛啊 这边身体内部可能会产生牛黄 如果产生牛黄 那牛是原物 牛黄就是资西 再比如说 把房屋出租出去 可以收租金 租金就是房屋产生的 房屋是原物 租金就是资西 把钱存在银行 可以收利息 利息是被本金产生出来的 存的本金是原物 然后产生利息 就是资西 OK 各位 这就是原物和资西产生和被产生 注意点各位 资西必须独立成一物 相反各位 如果资西啊 它还没有从原物上取下来 只要还没有单独成一物 就不能叫资西 各位比如说 目前苹果还长在苹果树上面 那这个苹果 此时不能叫资西 因为它属于苹果树的一部分 只有摘起来掉下来 才能成为资西 再比如说 这个小牛啊 这个母牛怀疾它 还没生出来 此时这个小牛是母牛的一部分 而不能成为资西 出生出来 才能成为资西 所以资西必须和原物相分离 好 继续 看区分原物和资西 它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我们说 资西啊 因为它的产生方式 分为天然资西和法定资西 比如苹果树上 接苹果 苹果掉下来 这就是天然资西 这是自然规律 它产生的 大家看 天然资西 由所有权人取得 就是苹果树是谁的 那接下来苹果 理论就应该是谁的 如果既有所有权人 又有用义务权人的 由用义务权人取得 资西 利用约定的 从前约定 各位什么叫既有所有权人 又有用义务权人啊 各位 比如说 现在这片土地 土地的所有权 分为国家的和集体的 这片土地是集体土地 所有权 OK 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 那么从这片地上 长出来的东西 长出来的果实 长出来的庄稼 那原则应该归集体 因为集体用土地的所有权 但是 在这片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上 我们创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张大一家承包了这片土地 在30年内 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所以你看 所有权人是集体 张大一家是用义务权人 享有承包经营权 那此时这片土地上 在有天然之息 在产出果子 庄稼等等 那应该归张大一家 因为他们是用义务权人 第二 法定自息 有约定的按约定 没约定 约定不明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 好 这是法定自息 比如说 某种房租 这是法定自息 那么 那应该就交给谁 出租人 那再比如说 好 好 本金和利息 原物和资息 那么利息 原算就归属于存本金的存储户 好 注意 买卖合同当中 标题物交付之前 产生的资息 归卖方 交付之后 产生的资息 就归买方了 以交付为节点 前后划断 好 这是我们讲的原物和资息 我们继续看第五个分类 因为流通物 限制流通物和禁止流通物 这根据啊 这个物能否流通进行了分类 流通物就是能够自由流通的 各位比如说 追追笔 比如说一个书包 比如说一辆帕萨特的汽车 都是流通物 限制流通物 法律上限制在市场上流通的 比如说文物 黄金和药品 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禁止流通物 就是法律 不能让它流通 就是禁止的 比如专属于国家的不动产和动产 各位什么是专属于国家的不动产 比如说矿脏 矿产 这个专属于国家的 罗老师 这个矿产和矿脏 专属于国家 那不是有很多公司可以开采吗 那并不是矿产所有权 那是什么 那是坦矿权和采矿权 它们并不属于矿脏的所有权 所以矿脏的所有权是不能流通的 第六个 分为消耗物和非消耗物 这个是看它能否多次使用的 如果能够多次使用的就是非消耗物 如果不能多次使用 一次就被消费完毕的就是消耗物 各位注意 这个消耗物和非消耗物 仅是针对动产进行划分的 不动产并不能如此之划分 各位比如说一瓶水 它只能被消费一次喝完就没有了 消耗物 一辆车可以反复多次开 可以我自己开也可以借给别人开 那就是非消耗物 各位比如说一公斤的粮食 吃完就没有了 只能被消费一次 消耗物 相反一个书包可以反复背 一个电脑可以反复用 就是非消耗物 各位 那区分消耗物和非消耗物有什么价值呢 各位注意 只有非消耗物才能出租 才能把使用权让渡给别人 别人用 不会把它用光了 还可以收回来 相反 一个消费物并不在出租让渡使用权 你说 大家特别注意一点 我讲货币 金钱 你认为属于消耗物 还是非消耗物呢 我说货币金钱 你也属于消耗物 我将一百块钱借给高志强老师 他花完就没有了 你说 他可以再还给你一百啊 但注意 他再还给我的一百和我记得一百不是一回事 所以原本的一百块钱就因为消耗掉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六个分类 好 来看第七个 可分物和不可分物 他根据这个物能否被分割 以及分割是否会导致价值下降而进行划分 各位 如果可分割且分割不会损害其价值的 那就是可分物 不可分物就是 不能分割一旦分割价值就会下降就会损害的 就是不可分物 各位比如说最典型的 我们说有一吨粮食 这吨粮食啊就可以分为500公斤加500公斤 可以分成好 五个200公斤可分物 比如说 10公斤牛肉 这10公斤牛肉啊 也可以进行切割 切割之后价值总体的并不会下降 可分物 相反各位 一头活牛 一头活牛就是不可分物 你不可能把一头活牛 这样从中间剔开或者前后剔开 一旦剔开之后 牛就死掉了 价值就会下降 没错 各位再比如说一间房屋 一间房屋 你也不可能把中间给它拆成两小间 人家成两小间 它就坏了就倒掉了 价值也会下降 就可分物和不可分物 好 看完物的分类 看这道题目 根据物权法律制度 下列关于物的种类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海域属于不动产 A是对的 各位你看 比如说渤海湾 黄海湾 你不可能把它移动 比如把它移动到印度洋去 你动不了 不动产 A正确 B 文物属于禁止流通物 我们讲是错的 文物属于限制流通物 各位 我们讲符合规定的文物 是可以进行交易和流转的 好 C 金钱属于非消耗物 错误 我讲金钱这边并不能反复多次使用 只能消费一次 消费掉就没有了 它属于消耗物 B 牛属于可分割物 我们讲是错的 牛属于不可分物 不可分割物 一旦一头牛 一旦给它切开 它就死掉了 价值将会贬损 下降 但你注意 牛是不可分物 但牛肉却是可分物 好 因为牛肉这边牛已经死掉 没有生命了 它分割不会导致价值的下降 这好题上我们选正确的 只有A是当选的 好 这就是我们讲物的概念 特征和分类 第二我们来看物权 大家看物权的概念 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 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各位你看这里 它指的是什么 直接支配和排他 这就是我们讲物权 它概念中的典型要素了 物是物权的课题 我们在之前讲过 什么是法律上的物 什么有体性和支配性 非人格性 大家给你们注意一点 物是物权的课题 但物权的课题 包括但不限于物 如果法律明确规定 权利也可以成为物权的课题 比如后面我们讲治权 治权当中 有动产质押 有权利的质押 比如说股权质押 比如基金份额质押等等 你看在权利质押当中 那权利就是治权的课题了 所以大家注意 物权的课题 既包括物 也包括特定情况下的权利 各位往下 我们结合物权的特征 来理解什么叫物权 一 绝对性 也叫对视性 即物权可以对抗 除了权利人以外的所有人 所有是谁 就是全世界的人 就是二 就是所有的意思 只有绝对性和对视性 各位你看 刘安琪老师在北京 有栋房子 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 我就是房产的所有人 OK 各位 此时我对他拥有所有权 那么全世界的人 除了我之外 谁都不能排除 我对该房产的 占有使用 收益 处理 否则就侵犯我的所有权了 可以对抗整个世界 同样道理 各位 知彼 我基于占有 我这边对他享有所有权 OK 那如果来一个人 说把我的笔拿走 我不同意 他就不能拿走 那么张三不可以 李四也不可以 王五也不可以 你看 可以对抗整个世界 各位 知了绝对性 而相反各位 我们到第四章讲债权 债权和物权 有个显入的区别 债权具有相对性 他的义务人 只能是特定的相对人 而不是整个世界 各位 比如说 我和老高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约定 我将军是比 以五块钱价格 卖给他 各位 此时你看 我将军比以五块钱价格 卖给他 这边我要钱 我只能问高纸签来要 不能问全世界来要 所以各位 你看 义务人只是特定的高纸签 所以你看 物权对抗整个世界 而债权只能对特定的相对人 第二个特点 叫支配性 物权人依自己的意思和行为 支配标题物 不需要他人的帮助 但债权则不同 债权如果要实现债权 是有赖于义务人的履行行为的 各位你看 现在知彼 我战友 我对他有所有权 比如说 目前我不喜欢他了 把他丢掉 抛弃动产的所有权 直接丢掉就可以 不需要任何人来协助我 配合我 我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 就是支配性 相反各位 我将这些比五块钱价格 卖给高纸签老师 我之前定立了一个买卖合同 那此时各位 我根据买卖合同 有权要求高纸签给我五块钱 但是 我要拿到这五块钱 必须有赖于义务人高纸签老师 向我支付这五块钱 有赖于他的履行行为 我自己单方面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各位你看 绝对性和支配性 理解他就可以了 没什么需要备的 这些不会直接考察 第三个排他性 物权的排他性是指 同一物上 不得同时成立两个 不相容的物权 各位俗话说 一山不中二虎 很多物权啊 是彼此不相容的 彼此不能见面的 彼此不能并存的 各位比如说 这一个物上 只能有一个所有权 如果这只笔 所有权是我的 就不可能同时归属于高纸签老师 你看这两个所有权就不能相容 这用不讲物权的排他性 而相反各位 债权的不同 同一个财产上 可以并存多个债权 各位最典型的是什么 一物二卖 这些笔是我的 我可以基于这只笔 和高纸签老师签个买卖合同 卖给高纸签老师 在交付给老高之前 我又和王一丽老师 也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你看一物二卖 在这个财产上面 有两个并存的债权 及买卖合同 那此时各位 两个合同 其实都是有效的 你看这里就不具有排他性啊 好 各位这么讲 第三个物权的排他性 来看下面这个表格 我们将物权和债权 做总体的对比 大家的对比当中 更加生动的理解 什么是物权的特征 第一个 是否需要他人协助不同 物权不需要他人协助 就可以直接实现 因为物权具有支配性 而债权则需要他人协助 因为债权本质是请求权 有来于义务人的配合 第二能否兼容不同 物权这边具有排他性 同用物上 不能成立两个 彼此不相容的物权 但债权则可以兼容 第三 是否针对特定主体是不同的 物权这边具有绝对性和对视性 可以对抗整个世界 而债权这边只能针对特定的义务人 具有相对性 好 这么讲物权的特征 下面我们看物权的分类 一个分类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 各位 什么自物权 这是所有人对自己所有之物进行的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你看 对自己所有之物 我的物 我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谁都无权干涉 所以各位 自物权就是对我自己的物 就是所有权了 是所有物权种类中 最完整 最充分的权利 大家看 他物权 各位 他物权顾名思义 就是对他人之物 所享有的物权 不是自个的 既然不是自个的 别人的 就受到限制 所以也称为叫限制物权 各位 除了所有权 其他的都是他物权 那具体而言 他物权对别人之物 包括用于物权和担保物权 就有第一个 自物权和他物权 自物权就是所有权 再看第二个分类 分为用于物权和担保物权 各位 这个划分 首先都是针对他物权 进行划分的他人之物 那划分的依据就是 这里他物权的目的不同 各位 首先 用于物权是指 对他人之物进行使用收益 为目的的物权 你看目的是什么 用它并且获得收益 而担保物权是以他人之物 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物权 它要担保债权的实现 目的有所不同 具体先看用于物权 它包括什么 建设用地使用权 由开发商通过出让方式 通过招拍挂方式 获得的土地使用权 这边盖房子卖楼 宅地利利使用权 村集体内部以户卫单位 获得的土地使用权 目的是盖房子用的 自个儿住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 也是集体经营组织内部成员 他这边承包了土地 来进行耕作获得收获 利益权居住权 就是用意物权 大家注意用意物权 它是针对他人之物的使用价值 而创立的发挥的物的使用价值 而担保物权 我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 现在高知尖老师这边 从银行获得贷款100万元 现在银行担心老高到时候不还钱 于是银行要求老高将自己的房屋抵押给银行 所以各位 你看这边 是不是银行就获得该房屋的抵押权 那这抵押权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一旦老高不还钱 银行有权就该房产 他获得优先的收场 银行这个抵押权 各位 不是针对自由之物 是针对老高所有的房产 你看 是针对老高所有的房屋 这边目的是担保银行债权的实现 所以你看这个担保物权 它就是贪人之物的交换价值而创设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用于物权和担保物权 先做简单的了解 后面我专门的这个章节 来讲解用于物权和担保物权 大家看下面 用于物权 它只能在不动产上设立 大家看 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地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域权 各位 这些都是创设的什么 土地所有权之上的 你看 都是土地上面 针对不动产创设的 而居住权这边 一般针对房产来创设的 都创设的不动产之上 而担保物权 既可以在不动产上设立 也可以在动产上设立 比如说 像抵押 有动产抵押 也有不动产抵押 OK 这是我们第二个分类 往下 分为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 顾名思义 在动产上设立的 就是动产物权 在不动产设立的 就是不动产物权 这样刚才我们上页也提到过 目前用意物权 全部是创设在不动产上面的 而相反 担保物权 既可以在动产创设 也是在不动产上创设 简单了解就可以 第四 独立物权和从物权 大家看概念 独立物权 不依赖于其他权利 就可以独立存在 没有这种依赖性 而相反各位 从物权 必须依赖于其他权利 才能存在 我们看 哪些这里的独立物权 比如说 所有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地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 居入权 这些就可以独立存在的 就是独立物权 而相反 从物权 比如说 地义权 它便依赖于 蓄地的所有权 或者使用权 而存在 各位地义权 我们先做第一次解释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各位你看这里 现在我们说 A公司 在这里 有块土地 并在这块土地上面 盖了一栋房子 OK 各位 它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有房产的所有权 然后 B公司 在这边有块 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这边是大海 现在A公司 这种房子 想看到海景 然后并且以此为卖点 所以A公司 就找到B公司 说B公司 咱俩这样约定 我每年给你100万 你在你的地上 不能盖超过10米的高楼 所以各位你看 在这边 B公司的监视率使用权 就负担了一个义务 不能建10米什么高楼 A公司这边 就获得一个权利 是吗 第一权 即有权要求在这边 不建超过10米的高楼 这边叫 需义地 需求的需 这边叫 公义地 各位有一天 A公司将这块 建设用力使用权 及什么的房产 都卖了 比如说 卖给了D公司 那么A公司就失去了 需义地 它的所有权 或者使用权 那此时 A公司自然也就丧失了 第一权 所以你看 这些第一权 它这边是有赖于 需义地的所有权 或使用权而存在的 而不能单独的存在 第二个 担保物权 它也是从物权 我们前面提到了 银行贷款给高者签 担心老高不还钱 于是要求老高将自己的房产抵押给银行 银行获得了房产的抵押权 所以各位 你看这个抵押权 必须依赖于债权的存在 相反 老高如果把欠银行的100万还上了 主债权消灭 那担保物权 抵押权也就没有了 OK 各位就我们讲的独立物权和存物权 但这里你要破除一个错误的认知 很多同学在之前讲物的分类 学过主物和从物 他可能错误的认为 主物的所有权就叫独立物权 从物的所有权就叫从物权 不对 不对 在这边 独立物权和从物权是对物权的划分 而不是基于主物从物的延伸 好 这是第四个分类 各位 往下来看本节最后个问题 物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各位所谓基本原则 就是渗透到物权制度中的方方面面 贯彻始终的一个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 即物权的种类和内容 由法律规定 好 我们先看第一点 物权种类由法律规定 各位 这集我们个人是不能创设新的物权种类的 我们国家目前的物权种类 就是我们前面列举的 自物权 他物权 自物权就是所有权 他物权包括用意物权和担保物权 用意物权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地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 地义权和居住权 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制权 留置权 不包括我没讲过的其他任何种类 各位 我们曾经见过这样的选项 说车子是刘安琪的 刘安琪将车子租给高杰仙老师 老高支付租金 获得这辆车子十年的使用权 他讲 这辆车子十年的使用权 就是一种用意物权 对吗 不对 法律没规定 说租车用十年是用意物权 所以你不可能创始新的物权种类的 好 第二点 物权的内容是法律规定的 及物权的方式 效力等方方面面 都是法律明确规定 当时不能在物权中创始新的内容 比如我们后面会讲 担保物权中有种叫质权 各位质权啊 比如说银行贷款给我 我将车子质押给银行 各位 我们讲质权和抵押权 最主要区别在于 抵押权 抵押物 并不需要转移占有 而质押当中 这个质物需要转移占有 即在质押期间 我需要将车子放在银行那边 由银行来占有 由银行来保管 但是我们双方约定 将车子质押给银行 得 我们并不需要转移占有 车子仍然由流安企业开着 不需要交给银行 对不起 这种约定也是无效的 如果动产不交付 此时并不能产生动产的质押 此时质权并不成立 所以我们约定不转移占有的质押 是不行的 各位这么讲的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 是法律规定的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坚持物权法律原则 不允许当成创设新的种类和内容 因为我前面讲过 物权具有什么 具有绝对性和支配性 他们效力太强了 可以对抗整个世界 如果允许你们自己 随便约定内容和种类 随便出来可以对抗整个世界 那世界可能就会分割分裂的 很厉害了 好 而相反各位 债权是具体的 你们相互之间的 和整个世界没关系 而具有相对性 你们自己之间 想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并不会干涉他人破坏世界秩序 因为不具有对式性 好 物权法律原则 第二个 一物一权原则 各位 也成为物权课题特定的原则 即一个所有权的课题 只是一个独立的物 没错 一个物对应一个所有权 一个所有权对应一个物 但各位 如果有两个物呢 那有两个所有权 各位比如说你看 这里有一支电子笔 它可以翻页 有一支传统的手写笔 它可以在上面写东西 各位 说这两个笔啊 都是刘安琪老师的 各位请问 他们都归属于我 这是一个所有权 还是两个所有权 两个所有权 我对这支电子笔 有一个所有权 对这支传统的笔 有个所有权 所以你看 这两个所有权 而非是一个所有权 第二点 一个独立物上 内容冲突的物权 只能存在一个 对我们前面讲过 比如说支笔 上面只能有一个所有权 不可能存在两个所有权 两个所有权 是彼此冲突的 好 这是一物一权原则 第三个 公式公信原则 各位 所以公式就是指 物权 应该以法定的方式 公主以外 被别人看不见 没错 各位 既然物权具有对视性 如果你这边藏着掖着 谁都看不见 你怎么对抗这个世界 你那么这种方式 彰显出来 这是我的 我要对抗整个世界 大家看 不动产和动产 它有不同的公式方式 不动产以登记为公式方式 各位 比如说你买房了 恭喜你 你成为有房者了 那各位 买房最底 你要手中要有什么 过去叫房产证 现在叫不动产权证 那不动产权证 翻译上面写的是 你就是所有权人 所以各位 你看这里写了 不动产权属证书 是权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 你手边有不动产证 那么同时你注意 在登记官有什么 有不动产登记部 你手边的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证 应该和不动产登记部 应该是一致的 两者可以相互呼应 相互验证 但各位 又记载不一致的时候 各位如果你手边的不动产证 和不动产登记部不一致 一乃为准 当然以不动产登记部为准了 因为广大人民群众 都可以去查询不动产登记部 但你手边的不动产证书 别人是查不到的 所以以不动产登记部为准 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 不动产登记部记载 具有错误 各位 这是有不动产 以登记为公式方式 相反各位 动产这边不需要登记 它以占有为公式方式的 比如这笔 就是一个动产 各位 今天放在我手中 此时我占有就推定 我就是所有权人了 我对他拥有所有权 OK 这用不说的 不动产登记 动产占有为公式方式 好 各位 公式就是看得见 先别看公信原则 它还指 物权变动 符合法定公式方式 就具有可以信赖的法律效力了 即便是所呈现出的物权状态 和真实的不相符 也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 即公式的 好 是可以被信赖的 就叫公信原则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基于公式 相信它是对的 然后开展交易 就可信赖 就是公信原则 各位看这个例子 来理解什么叫公式公信 刘安琪将自己的房屋 卖给高智仙老师 并且为老高办理了货户登记 也就是说 不动产登记部 目前记得的所有者 已经是老高了 老高手边还有个不动产权证 OK 这个买卖合同 后来被认定是无销的 比如说出现了无销的情形 合同不销 在无销的情况下 你注意 这个不动产登记并没有变回来 比如房产还在老高命下 高智仙老师 此时擅自将房屋卖给了老王 老王基于对不动产登记部的信赖 而支付了价款 老高也为老王办理了货户登记 看这个小例子当中 如何铁线公式和公信的呢 第一点 刘安琪想通过买卖合同 将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给老高 此时必须办理登记 如果没有办理登记 那此时所有权并不转移 登记就是这里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 医药件 所以你看物权变动必须办理登记 让公众看得见 这就是公示 后来我们之间合同被认为无效 各位 此时虽然这个不动产物权转移已经公示过了 但是我们讲基于买卖合同导致物权变动 这是一个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当该法律行为无效 对不起 老高此时并不能取得所有权 所以各位 此时房产虽然登记的老高名下 但他没有所有权 此时老高将房产卖给老王 这是个无权处分 但是老王却基于对不动产登记部的信赖 支付了价款又办理了登记 所以这个买房子 他应该值得保护 因为我们讲公信 基于看得见的产生信赖了利益 OK 所以各位 你明白什么叫公示 公信了吗 好 这就是物权法律制度的第三个原则 各位 第一节到此结束 我们做简单数理 我们第一节三个板块 第一 物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第二 物权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第三 是物权法律的基本原则 物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包括三个 第一个我们讲物权法定原则 第二个一物以权原则 第三 公示公信原则